全國投資朋友大家好 歡迎來到旗鼓雙銀 今天起貨有結算啊 結在哪裡 我們來看一下今天大盤 我記得早上跟大家講的時候 大盤是不是一路跌 對不對 我說今天結算 會結在哪 15400為中心 上下50點是最好的 就要今天結在哪 它雖然收盤收在哪裡 15465對不對 結算價你去看期貨 結算在哪 15452 就差不多吧 今天還是莊家賺錢 好不管 可是今天重點在哪裡 成交量2145 早上是不是一副看多 最後震盪才幾點 高跟低 85點 還是一個區間震盪 全值股有沒有表現 如果你來看就知道了 盤中我就說 昨天已經出現什麼 量縮震盪 表示全值股 這震盪範圍就不會大 來看一下 今天全值股電子 休息了 航運漲一趴 金融也是小漲而已啊 對不對 然後呢 塑膠就不用講了 你看到什麼 我早上不是在跟大家講說 鋼鐵 航運怎麼樣 不要追嘛 對不對 今天鋼鐵跟航運 最後怎麼樣 早上不是看很強 最後咧 航運漲0.81 早上漲1點多嘛 對不對 鋼鐵呢 漲0.43 而且成交量又縮 有沒有看到 電子早上的成交比重 有到剩50%左右 現在收盤前又回來55% 你會看到現在這個盤面 好像找不到主流 我說對 為什麼 全值股已經休息了 當然今天有創新高 不廢話 還沒到看空的時候 可是你隨時要留意 今天漲什麼股票 有人說一大早 什麼華裔 辣椒漲停板 你一看要成交量幾張 那每一檔都不到500張 我說這樣子又怎麼樣 他根本沒辦法帶動大盤 沒有辦法帶動整個族群 另外一個 我說有 有一個族群 可以看一下 可是那是因為 因為什麼消息 來看一下 這邊 台幣貶回三字頭 三一三 目前預期還是要升三馬 台幣貶值你想到什麼東西 這個 所以今天比較整齊的族群 就是這個 正風巨庭 太茂加和 全部漲停板 為什麼 因為外銷 這是預計台幣要貶值 出現的一個狀況 那你要不要去做 當然看個人 那老師專注在哪裡 專注在產業 你的產業要先對 對不對 我一直旁邊一直幾乎都不改 電動車 網通 還有電能主流 是不是幾乎都沒變 OK 沒有疑問 這個絕對是個主流 所以我們目前Focus的區塊 就在這裡 其他的就不用做 有人說我跑去買友達群創 我說OK 它短線上底部有 有一個底部的樣子出來 可是目前不是我們的標的 好 那個要做之後再說 我們還是做這些 沒有疑問 好 今天早上 其實有提到一些很重要的消息 我早上也有拿出來給大家看 一個是台積電 三奈米九月亮場 三星穿在彈 重點在哪裡 兩率還優於五奈米製成的初期表現 我說哇 不得了啊 當這個三奈米一出來 我相信後面訂單很多 可是這裡面代表什麼意義 你要去想一下 如果說它三奈米出來之後 你覺得台積電的毛利 跟營收是提高的 還是衰退的 你要想一下 有人說它的什麼單子被搶走了 我說這個單子 如果它接的是三奈米的單子 沒人跟它搶 誰跟它搶 沒有人技術比它好 也只有它跟什麼 三星做得出來而已 其實三星要被搶單 而不是台積電被搶 因為它三奈米到現在還沒有單 只是人家已經預約了 OK 那基本上 表示台積電它是OK的 所以我這兩天不是一直跟大家介紹 台積電的供應鏈 對半導體 台積電供應鏈啊 你可以留意嘛 好 可是另外一個消息 看壞 對不對 早上也有說嘛 十年最慘 我說哇 什麼東西慘 我還特別把細項拿出來給妳講 什麼東西慘 D-RAN NAN 晶片 NO晶片 看到沒有 都是往下衰退了 十幾%到20% 而且居然對於旺宏華邦的評級 是列於大盤 然後這邊代表是群聯 這邊南亞科跟利基電列於大盤 我說那真的是只有什麼 只有上油最好 可是上油下面都不好了 上面會有沒有影響 有 尤其是成熟製成絕對有影響 為什麼 因為這一些用不到3奈米 用不到7奈米 對不對 他們用成熟的就好了 那有差嗎 對台積電或許沒差 你會看到 可是對其他咧 聯電有沒有差 可能有影響 對不對 世界星星 所以說大家留意 就從裡面去找出 要去思考 到底對什麼東西有差別 我們回來我們大盤 加權指數 來今天收盤說這樣 哇 都小幅度有沒有看到 哇都快看不見了 我說之前 光是這個關卡 在那邊卡了多久 卡了三個禮拜 好不容易突破 終於又拉出一段幅度 對不對 可是重點在這 你注意看 這三個長長的K線體 然後還有 1 2 3 4 5 6 7 8 這8天的成交量 很抱歉你注意看 量有點大 都在接近3000億左右 現在成交量到2000 3000你要幹嘛 你要消化賣壓 他這邊這一塊 才在消化這一根的量而已 這個這兩根量 還在消化掉而已 還要消化這些 我說反彈好辛苦 真的很辛苦 為什麼 因為你要漲 你不得不 你不得不消化套勞 套勞的成交量 你不得不消化什麼 Paul以前低點的一個反壓 還有整肅關卡 還有整肅關卡 是不是 你一直會遇到一樣的東西 所以你說我們要等 等什麼 等到它呈現多頭 為什麼要呈現多頭你知道嗎 呈現多頭這樣做 你進場會比較有信心 對不對 這是一個 另外一個 當有信心之後 那個成交量會擴增 懂意思嗎 你還記得之前 大盤在漲的時候 那是什麼樣的一個 是吧 就是完全幾乎找不到什麼阻礙 來我們來看一下大盤 你注意看這一段 那時候在創新高嘛 這一段你看 長得多乾脆啊 有沒有看到 現在呢 不乾不脆 現在長這樣 到這開始震盪 你看均線 所站上均線就是什麼 海闊天空 那層層賣壓在等著你 怎麼海闊天空 不容易啊 然後另外 早上還跟大家解釋了 說明了說 雷骨 鋼鐵 航運 我一直跟大家講 這個 大量套牢 千萬不要忽視啊 這個套牢是實質的套牢 好啊 對不對 反壓你看 均線 錢高 有量 打底 繼續等啊 這個類股你要看 不要急著買 現在絕對不是 不是全面做多的時候 你看成交量 就看得出來 對不對 所以說這邊提醒大家 目前絕對不是個全面做多的時期 你要做多可以 請做多我們 跟你介紹的 這幾個族群就好了 其他的看看就行 我們先休息一下 回來跟大家介紹 我們之前提到的錢利股 到底是哪一檔 休息一下等一下回來 運達投顧 成立於民國84年 是一家政府立案合法運作的投資顧問公司 擁有證券及期貨雙執照 更是國內少數老字號的投顧公司之一 投顧業是一門良心的事業 面對的是高獲利與高風險的投資 我們不造神更不沉默 專業 智慧 經驗 負責 用最嚴謹的態度 最嚴格的標準 來決定股票買賣 帶領會員穩健的獲利更是我們唯一的宗旨 運達投顧 真心照顧 02-2781-0909 2781-0909 我們知道您在乎的是績笑 也了解您關心的是競爭力 運達投顧 永遠值得托付 02-2781-0909 2781-0909 歡迎歡迎我們旗鼓雙贏 老在那邊跟你介紹股票 不會跟你說哪一檔 今天漲停板了 說我們有 不是 像之前好了 跟大家介紹中壘 什麼時候介紹 到現在 對不對 今天現在回檔中 不廢話 可是當初在講的時候 它有沒有漲 不大動 然後一直在衝的時候 你就看到了 我們是先講後驗證 漲了幾% 20幾% 好再來 這一檔 也是啊 漲了之後 是不是在漲 它中間漲幅有13.5% 我們沒有這樣 我們也跟你說 它哪一天 我們這個時候才跟你講有 我們早就跟你講了 所以老師是不是都先講在前面 跟你介紹說這個股票是OK的 這股票現在可以留意 而且從什麼 從公司 從產業 從公司 還有呢 從走勢 來跟你說明 可以多留意 我不會說它一定漲 可是它有條件 那我今天呢 一樣來跟大家說明 有一檔我覺得有價值 老實說有價值是什麼價值 第一個 有成長的條件 好 這邊我要跟大家介紹一個 這個 台系充電裝業者一欄 來看一下 這個是Digitize整理的 包含什麼 新邦正威茂蓮維繫建核心 然後這邊呢 有這些 對不對 還有這個 設備商 營運商 這一些 我跟你講 充電裝你要留意 為什麼 因為根據 世界能源組織的統計 去年賣了600多萬台的電動車 可是充電裝呢 而且現在電動車 每一年賣出去的 已經佔全體汽車銷售量的兩成了 比如說什麼 這個市場已經成形了 重點是車子賣那麼多對不對 充電裝有幾座 本來的規劃的 2比1 一台車 兩台車至少要有一個充電裝 以全市場來講 可是現在不是 中國推電動車也推得很用力 6.5比1 6.5台的電動車只有一個充電裝 美國更是誇張 8比1 8台電動車只有一個充電裝 你說這個充電裝夠不夠 絕對不夠用 所以這充電裝在未來這幾年 一定要怎樣 哇 一路裝啊 不然的話根本就來不及 跟上電動車銷售的腳步 所以說這個部分 大家一定要留意 這個充電裝 或許它比較慢 OK 因為充電裝 我從去年一直講到現在 有的股票都漲一下就沒了 為什麼 因為它推動的太慢了 可是現在呢 不得不快 為什麼 車賣太快了 所以說現在充電裝 已經火速的一度正在用 好 那我那天不是跟大家介紹一檔嗎 介紹這一檔 看一下 我說 它明明就在成長 對不對 哪一檔 飛鴻 來 營收一路持續成長 重點是什麼 它本來賠錢的 本來EPS虧的 轉營 虧轉營 毛利率 從11跳到14來 表示什麼 公司 業績有在拓展 毛利有在改善 對不對 喔 而且前面可能一些 研發的成本 已經不用再花了 那 所以說那時候跟大家介紹 我說 你可以留意啦 留意說 它的格局成型 黃金交叉 多頭形態 低點 越來越高 這種狀況 你可以看 它有沒有辦法持續 你會看到 這個月線跟季線 黃金交叉的時候 你要嘛就是 底部剛開始 後面有多少不知道 可是我們可以先來看 看這公司 到底有沒有怎樣 在想辦法拓展它的業務 這很重要 來 它之前的法說會說明了 包含什麼 它目標市場有哪些 包含標案基礎建設 就是蓋那種充電站 好 車廠 現在你去車廠 絕對充得到電 為什麼 因為他們自己賣的車 一定有辦法充 大眾運輸 公車 OK DC直流 還有AC交流營運商 外面的充電站 這一些都是他們在做的事 而且它也 因為你看 它有跟各廠商合作 來我這邊特別幫大家統計了一下 看一下它做哪些 這邊台泥的電動車充電站 台泥 殼 殼牌 在國外很有名 石油公司 還有什麼 車廠有奧迪 有Jaga 福斯跟Volvo 都有 OK 表示什麼 它主要打進這些大型車廠 要幹嘛 以後跟他們買電動車 他就可以去裝他的充電 充電裝 對不對 車廠裡面也要裝 客戶家也要裝 不然的話 我要回家怎麼充電 所以說這個龐大的商機 不是一天兩天 只要怎樣 到時候大家想 你在買電動車的時候 車商一定會問你 你家裡住大樓 有沒有充電裝置 沒有的話要裝 對不對 現在很多大樓管委會 光是為了一個充電設施 可能都要另外拉一條 對不對 電線 電源 對不對 為什麼 因為這是需求 不是趨勢 所以你一定要搞清楚說 這一個 它是不是一個趨勢 絕對是 好 既然是個趨勢 你是不是應該要多留意 而且重點在哪裡 由虧轉銀 就是個題材 就是個轉機 好 再加上它的產業趨勢 沒有問題 對不對 對不對 它如火如荼的去跟各大車廠 跟什麼 跟這些 預計要開什麼 充電 佔的這些公司合作 為什麼 當然是要推廣它的產品 你就陸續去看它的營收什麼 有沒有出來就好了 那現在 我們現在不管 它現在走勢已經走出一個多頭了 來注意看 走勢是不是走出一個多頭來的 格局出現了 那格局已經出現了 成交量這裡 你看 這裡成交量 這裡一萬多張 在這兒 看到沒有 表示什麼 這就是一個重要的進場點 為什麼要在那裡進場 對不對 我之前在跟大家介紹 OK 那時候介紹那個中壘好了 介紹中壘的時候 是不是也是告訴你 上漲出量了 對不對 上漲量增下跌整理量縮 出量量出來了 你再要進場 你不出量你就先看著吧 對不對 有量表示有人進場作家 而且配合什麼 它的產業跟公司基本面 你自然有機會賺錢 中壘是這樣 然後呢 自身是不是也是這樣 前面進場的價格 我們進場的價格 欸 漲的時候量越來越大 整理的時候量就縮 這是什麼 這是多頭格局啊 對不對 格局是對的 產業是對的 公司也是對的 這樣你的勝率 是不是自然比較高 而不是天天跟你說 我們去追漲停板 然後漲停板呢 然後跟你講 我們漲停板 追來的 問題是 他什麼時候進場 就是漲停板買的 對不對 我說這樣怎麼賺得到錢 你每天跌了怎麼辦 沒有人跟你說跌了怎麼辦 只有老師告訴你 本來也不對 你就趕快閃了 對不對 我們進場之後的出場 不管是賺錢賠錢 老師一定會跟你說 什麼狀況下你就走 絕對不會放著你 哇套牢20% 30% 40%還在爆 我相信很多人是 尤其是航運股 之前還有朋友來問老師 航運股怎麼辦 逢反彈要出啊 我不是早就告訴你嗎 對不對 像現在還有很多的標的 都在老師的觀察範圍裡面 你想要知道有什麼標的 來掃描QR Code 或等一下 休息時間直接打電話 來告訴老師 老師在觀察什麼股票 哪一個類股 哪一個族群 老師告訴你 今天節目到這裡為止 祝大家操作愉快 本投資公司 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